大家好,我是远方 今天来到位于故宫西面的北海公园 这是北海公园的导游图 看见前方那个白塔 让我们想起小的时候唱的一首歌 让我们荡起双眼 就是以北海为背景创作的 小船推开波拉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的时候一直向往的这个地方 今天终于能够身临其境 北海是我国保留下来的 历史最优秀了 保护最完整的皇家园 因与中海、南海 翻称三海而谈免 是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 逐渐修建而成的皇家园里面 北海的水也非常清澈 这里边游着很多野鸭子 前面那两只绿树的时候 有些事情 通过这个永安桥 就到了北海里的琼华岛 琼华岛成圆形 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蓬莱仙岛 岛上的主要建筑就是永安寺 最初因为核心建筑是白塔 也叫白塔寺 这个是始建于清朝初期的炫寺年级 昨晚了一天的功课 我们来清清欢乐 我们来清清欢乐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 谁给我们安排下 看过前面的寺院 爬上这一道陡峭的台尖 上面就是白塔了 白塔前面这个小店 叫善音店 看墙面上的琉璃砖 都带有佛像 回来你强想你放 白塔时间于清朝 18年 塔高35.9米 这个塔是经历了多次大气震 经过多次修缮保留至今 这里还有5个炮台 塔的北面有5个旗杆 又称五五号杆 在海面上 洁白的塔身上为什么要留这么多孔 你知道的吗 从这山上下来 我看到那麦 这么漂亮的白塔是起什么作用呢 好了 本期的北海之旅就到这 欢迎关注心中的远方 会有更多的文件和美食和您分享